为了追兄弟女儿 在他家超市上班 今天兄弟好像发现了 我的图谋不回 等你半天了 回向车吧 咋子今天一天没看着你呢 我都想你了 咋了你嗓不舒服啊 哎呀你能不能别说了 我说这两句话你就烦我呀 爸 啊你说啥 你上后边坐着来 啊 你爸啥时候在车上呢 一直都在这呢 不是你爸说听到啥 那都不能错 那我好不了 哎你俩等我一会啊 我一会就回来啊 完了你爸肯定听见了 他怎么上刀具店了呢 咋还有先行给他玩游戏呢 都出事了 哎呀你不胆挺大的吗 再说他说你兄弟还能把你咋的呀 不是你爸不能误会 咱俩已经在一起了吧 谁跟你在一起了 我俩今天合计带你出去越来路 以后超市采购的活儿交给你了 但你今天说的话 我估计你兄弟是生气了 真的假的 你别吓唬我啊 他到底听没听见呢 哎呀兄弟啊 刚才我跟你闺女开玩笑呢 我对他就是单纯的欣赏 然后心里话就不由自主 就说出来 你那是不由自主吗 我看是蓄谋已久吧 你别想说话呀 别误会啊兄弟 别误会 啊 你说啊 我听歌的 行行没事没事没事 兄弟就冲你生这么好看的闺女 咱俩肯定一味的好哥们 咱俩肯定一味的好哥们 咱俩肯定一味的好哥们